刚才讲到说因果报应 那么做什么因 在因地你做什么 那个叫做造作 或者你有这种行为 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叫做业 就是你做了什么业因 那么又为什么到了后来会有果报 这个果报也叫做业果 那么从这个业因到业果之间 到底是什么样的牵连 乃至于这个业又是有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们就讲到因果 所以现在我们请大师 再接着为我们讲这个业的内容 我们信佛教要有正确的认识 我们不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护佛 所以要让这个佛菩萨来担当 这个护佛行为 都是自无负责 所谓因果毅力 对了我要幸福要好 我要做好事嘛 我不做好事 对了我不补种 哪里又要生成呢 所谓这个业 业就是作为啊 行为啊 身体 语言 心的念头 身口意 叫闪意了 它就做出种种的事情了 我们乍地不是讲这个四个手指的叫色奥 色奥拿色奥呢 身体有神口 色神头刀血淫 刻有四个 最后 网语 脸色 恶口 寂语 所以不正当的花 心里又是 坦妖 成灰 邪尽于此 所以这个色奥啊 就是 这个 神口意的 意的 意的 所以 这个善的意 欧的意 当然也有无济的意 就是不胜 不 那个就 不是有什么作用的 有的是定义 等于是选判了 有的是不定义 而没有选判了 而没有罪行 刑起 我们常常看到这个飞机 色施 本来一个人是乘着一个飞机的 他临时属于什么事情 诶 他读过一切 他跟这许多人没有共业